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肖美琴 今年9月开心剖出而时珍藏小物 大秀民国75年考上沈南中时上报 不过仔细看上头大大写着 华裔美籍国籍问题在受讨论 从来就没有放弃过中华民国国籍 这是事实 因为国籍规定跟户籍规定 彼此之间有一些 这个比较不清楚的地方 可能让大家有一些误解 究竟是申请户籍还是国籍 于时间续来看 肖美琴1971年出生在日本 父亲是台南人 母亲则是美国人 1986年录取沈男女 选择到美国念高中 2000年自称只剩华侨护照 如果放弃美国籍 连居留台湾都有问题 2002年则是放弃了美国籍 蓝英执一肖美琴从头到尾 都没有中华民国国籍 你虽然你的父母亲 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但是假如你出生在 不是中华民国的领土 你必须要申请才具有中华民国的国籍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觉得有一点张飞打岳飞的感觉 现在用所谓的户籍跟国籍 搞不清楚来做一个答复 中选会公布结果 三组候选人资格全府核选罢法 没有人具有外国国籍 或是回复我国籍等问题 许晓星也直言不意外 中选会势必反正会让他过关嘛 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之下 可能这个所谓的国籍们 就会跟过去蔡英文的论文们很相似 变成可能我们的这个政坛 十大不可思议的谜题之一 蕭美琴 昔日说法变来变去 2009年还称当时申请中华民国国籍 跟护照跑断了腿 却被民政局长打脸 如果他有国籍 只是他从小在海外生长 现在要回到台湾来申请我们的户籍 跟身份证 有这么难吗 不难啊 毕竟如果从头到尾都有中华民国国籍 怎么会发生半身份证还会四处碰壁 蕭美琴不说清楚搬出户籍国籍打模糊帐 先有论文们现在又多了国籍们 借了说张树涵台北报道